老虎和猫 所以其他的动物一点都不怕它 它们总是戏弄说 哎呀不是动作迟缓的老虎先生吗 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啊猫和老虎恰恰相反 它的动作非常敏捷 还善于捕猎 嗯猫的个头明明比我小 为什么每天可以抓这么多的猎物 老虎每次看见猫的时候都忍不住想 真好 要是我也能像它那样擅长捕猎 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老虎去猫先生的家里请教 猫先生 我也想变得和您那样擅长捕猎 求求您告诉我捕猎的秘诀吧 一开始猫先生听了这话 怎么也不答应 可是啊 经不住老虎的要求 它最后还是答应了 好了好了老虎先生 如果你这么想学的话 明天早上到那棵橡树底下来 千万别让其他的动物看到 我才会教你 第二天早上 老虎按照猫先生说的 一大早就来到了橡树底下 不一会儿啊 猫先生就如约来了 呀 老虎先生 你起得可真早 既然这样 我就马上把我的本领传授给你 可是 在这之前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猫先生神秘地说 这些东西呢 可是我们猫族 世世代代相传的秘诀 所以啊 你 你绝对不能交给其他的动物 好好 我 我一定不会交给别人的 老虎连连点头 答应了 一开始 猫先生教给老虎 悄悄接近猎物的方法 老虎先生 你一定要记住了 一旦发现猎物 就要在它发现你之前 悄悄地靠近它 猫先生一边说 一边指了指旁边的草丛 你看 那边是不是有一只野鸭呢 别让它发现 偷偷地靠近它 可是 笨拙的老虎却弄得沙沙作响 野鹅惊慌地逃走了 哎呀哎呀 老虎先生 这样可是不行的 猫先生开始教给老虎接近猎物的技巧 知道吗 靠近猎物的时候呢 要像这样 尽量把身体放低 不让它们看见 当然 更不能发出声音了 要轻轻地走过去 来 用我教你的方法再试一试 老虎 模仿猫先生的样子 拼命地练习起来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 练着练着 终于它练得和猫先生一样 可以偷偷地接近猎物了 接下来 猫先生教给老虎的是快速奔跑的方法 知道吗 为了抓住猎物 奔跑的速度也很重要 比如在追赶鹿和兔子的时候就要跑得飞快才行 来老虎先生 就像猎物在你前面一样 尽可能地快跑起来 可是 一看老虎屁颠屁颠的样 猫先生又开口了 不行不行 太慢了 太慢了 这么慢 是不可能抓到猎物的 于是 猫先生又教给老虎快速奔跑的方法 知道吗 要想快速奔跑 首先要爪子使劲蹬地 然后让全身像弹簧一样的柔软 利用弹力跑起来 来 按照我说的做 你再试试看 老虎模仿猫先生的样子 拼命地练习 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 练着练着 终于它的速度一点也不输给猫先生了 接下来啊 猫先生把自己珍藏的技巧也教给了老虎 为了抓住猎物 看准时机 从高处跳下来 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啊 我们猫族有这样一种本领 那就是无论从多高的地方跳下来都不会受伤 可是呢 这种本领和之前的不一样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学 嗯 老虎先生 您愿意挑战一下吗 嗯 真好 请您一定要教我 好 那你就跟着我从这里跳下去吧 老虎虽然是跳了下去 可是它屁股着地 重重地摔了一跤 腰部也受了伤 哎呦 哎呦 好疼啊 哎呦 好疼啊 老虎朝猫先生看过去 只见它稳稳荡荡地站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 不是这样的老虎先生 要是屁股先着地一定会疼的 于是猫先生又教给老虎从高处跳落的技巧 知道吗 从高处跳下来可不能慌里慌张的 要用尾巴掌握好平衡 落地的时候爪尖着地 这样才能平安无事 不会受伤 来 你再试一试 这个本领学起来非常的难 老虎失败了很多次 也受了很多伤 可是啊 它拼命地练习着 一点都不放弃 练着练着 终于它变得和猫先生一样 能够很好的从高处跳落了 多亏从猫先生那里学来的本领 渐渐地老虎和猫一样擅长捕练了 老虎先生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你了 一定要努力 可是老虎连忙说 哎 猫先生 非常感谢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你说是什么问题 到现在为止啊 我还一次也没有吃过猫肉呢 所以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猫是什么味道的 说着 老虎大声地吼叫着 冷不丁地向猫先生扑了过去 猫先生被吓坏了 慌忙逃了出去 猫先生拼命地逃 老虎不停地追 猫先生很快 可老虎现在也很快 他早就从猫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的本领 好险啊 就在老虎马上要抓到猫先生的时候 猫突然跳上了一棵大树 不好 不好 老虎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猫先生站在大树上 看着不甘心的老虎得意地说 老虎先生 我差点忘了 还有一个本领没有交给你 那就是像我这样爬上大树逃命的方法 多亏了这个本领 我才能从你的手下逃过一劫 据说就是因为这样 老虎到现在也不会爬树 从此以后呢 猫和老虎成了死对头 直到现在 老虎还在森林里转来转去 到处寻找猫的踪影 当然啦 从那以后 猫也变得非常的害怕老虎 为了不让老虎靠近自己 猫只好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老虎和猫都属于猫科动物 一般来说呢 猫和豹子这样的猫科动物 不擅长爬树 狮子有时候也会爬树 可是啊 只有老虎是个特例 它们基本上是不会爬树的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老虎和猫 由海豚绘本推荐